今天,甄嬛照例来到湖边等消息,船是等来了,但这船却跟以往不太一样,船上的不再是眼熟的小夏子,而是一群侍卫,这一情形让本就精神高度紧张的甄嬛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。 见此情形,甄嬛掏出了一把匕首,这把匕首是甄嬛随身带着的,可见他随时做好了失败之后赴死的准备。 甄嬛说,匕首是皇上给他用来防身的,但几个柔弱女子仅用一把匕首又如何做到保证自身安全呢? 可见,皇上的真正用意并非是让甄嬛自保,而是让他迅捷。 甄嬛自己也清楚,若皇上败了,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,与其遭人凌辱不如自我了断。 下子,我有理由怀疑你是故意的哈,你躲在一众侍卫身后迟迟不露面,是存心要把甄嬛吓死吗? 再说了,你这阵仗也不像是来接人的呀,如果说侍卫是用来保护甄嬛的,那也得额外再派了一只小船才坐得下吧,难不成你要甄嬛一行人和侍卫挤在一起? 还是说先接走一批,回来再接第二批吗? 欢中日紧绷的这根鞋终于松了下来,喜极而泣。